主委 委員長好 我先來講一下 今天要問的問題 這個是有一些程序的問題 我先聲明一下 這個罷免 要不要罷免是高雄市民的這個權利 是他們自己的決定 那但是 這個罷免案的這種法律制度 這個判定 必須要明確立志 那如果中間有什麼錯誤的訊息 中選會應該就要澄清 那制度 有缺是要補正嗎 贊成這個看法 請委員指教 那我想知道說我們中選會 對這個罷免案 是要立下典範還是要 創下惡例 我先請教主委 這個罷免 活動的這個起始點是什麼時候 罷免活動 什麼叫做罷免的開始 罷免的開始 就從提議開始 提議開始嘛 提議是指說今天如果我要 假設是我要罷免某人 我就開始簽名 這樣就是開始 我開始 廣義的可以這樣 可以嘛 所以這是罷免活動的開始 比如說我今天對 某位 我們的 我們就講韓國瑜這個例子好了 這個很多民眾 有的民眾對韓國瑜不滿 所以要罷免他 所以他們就開始提議 找人簽名 他找人簽名就是一個 罷免活動的開始嘛 廣義的可以這樣講 廣義就是這樣講 沒有錯 那這樣我們來看齁 好 那我們來看齁 那 政府的標準應該是一致的吧 所以不管是 連署這個 我舉李秀蓮副總統 前副總統 當作例子嘛齁 我直接先直接講 不要講李秀蓮 我先講後面你講這個 所以罷免提議的開始 就是等於是罷免活動的開始嘛 齁 那我記得我們的這個法律有規定 齁 這個 公職員選舉罷免法齁 後面 當初在 這個 修這個法時候齁 這個民國69年齁 4月5號齁 這個立法院 這是立法院的會議紀錄 委員會的紀錄齁 所以這個我們民進黨的這個創黨大佬 菲希平委員有說齁 提罷免原因很多啊 啪啦啪啦啪啦很多啊齁 除了政績不佳 派系問題 可是容易造成政治上的波動嘛 所以為了求政治穩定 本席齁就 費委員他說齁 覺得要特別深重 主張公職員 未滿6個月者 應該改為未滿1年 就是說公職員員就職未滿1年 不能罷免嘛 對不對 法律是不是這麼規定 是的 法律是這麼規定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公職員就職未滿1年不能罷免 韓國瑜市長是什麼時候就職滿一年 是什麼時候 報告委員 是什麼時候就職滿一年 107年就職滿一年 就職滿一年是哪一天 108年12月25 所以他可以開始被罷免是108年的 12月26號 沒錯吧 滿一年就可以開始罷免了 不只是他任何人都可以被罷免 沒有錯 12月26號可以開始被罷免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的報導 這個罷韓團體在12月26號 當天送了32箱3萬份的罷免提出 漏夜專車送到中選會 是送到中選會 這個新聞應該不是假的 沒錯嘛 所以他在就職滿一年的那一天 那個晚上凌晨就已經有漏夜專車送到中選會 這個是事實嗎 這個新聞是假新聞嗎 這個是事實 那他32箱都打包好了 那32箱3萬份有3萬個人簽名 換句話說 他們在12月25號之前大家都已經開始在做這些連署啊簽名的動作了嘛 提議的動作對吧 由那個邏輯上來看應該是沒有應該我聽不見大聲一點 是的他們是在26號送過來 對但是他們所以他們應該要在26號的凌晨之前就做了這些動作嘛 是是 對吧 對 沒錯嘛齁 如果從這個新聞來看是這樣子嘛齁 那剛剛啊 我們這個法律規定就職未滿一年不得進行罷免嘛是不是這樣子 呃報告委員齁 現在比較大聲了 選罷法76條他是規定就是說就職滿一年齁 未滿一年不得罷免 不得提出這個罷免的 對對對 不得提出罷免案是 未滿一年不能嘛對不對齁 那我們剛剛說罷免的定義是什麼 罷免的定義就是從開始提議就算罷免齁連署啊 剛剛我們的主委也親口告訴我齁 這個是廣義的算是罷免活動的開始嘛 那所以 這些人這幾萬份都在26號之前 這樣合法嗎 我想了解一下 是跟委員報告齁 剛才有提到齁就是說75條他是規定就說未滿一年不得提出罷免案 那針對這個不得提出罷免案的一個 呃法律的解釋齁 那我們也是有會商過內政部齁 是認為這部分還是指這個提出 因為我剛剛是請主委答不過你回答齁 抱歉 主委 主委你還講好了因為你應該了解嘛這個法律的解釋 雖然他也很了解不過您是身為主管的這個 我想聽聽您的那個 您是專業嘛聽聽你的法律見解 法律的規定是未滿一年 不得提出罷免 對不得提出罷免 罷免這兩個字的定義是什麼 罷免就是 開始簽名就算是罷免 剛剛委員特別提到了 對 他們也是在12月在去年的12月26號 之前 才把這些拿過來 拿出來沒錯 提出 所謂提出 OK 所以你是把提出這兩個字的 我們中央選舉委員會來提出 這樣一個案子 他是符合 所以 他是符合選報法第75條規定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只要他那個動作是在那一天做的 法律沒有去規範 他在12月25號之前 他去做了哪些事情 法律只規範你要拿出來的話 你就是 對對 那就是說 蠻一年以後才拿出來 意思就是說 我舉 我舉幾個例子齁 我舉呂秀蓮 這個這是你們的定義嘛 這樣我們知道你們的定義在這裡好 那我舉呂秀蓮副總統的例子 現在我們來看呂秀蓮副總統的例子 他說他要開始連署 但是你們在 開始的那一天沒有給他那個 格勢嘛 因為這個有格勢對吧 所以他必須要從 有格勢 你可能不了解 我請你解釋清楚 這個第1階段跟第2階段 我知道我知道 我誤會 我沒有誤會 我知道 我知道第1階段是提議 第2階段連署 因為連署我在上一次開會已經問過 所以我今天不問 這個 所以你的是 提議跟連署的這個 這個解釋可以不一樣 可以解釋可以不一樣 這個活動的解釋 可以不一樣 那我們來再看看第2來下一個 這永和團體 這個 大和 叫反和團體有跟你們提出抗議喔 這不知道哪一位有接下這個 陳情書 檢舉書說 這個永和團體提出的公 公投案 在第2階段還沒完成 違法 脫跑 違法脫跑 那這個案子後來處理怎麼樣 我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以這個案子來講 你剛剛所提的 屢前副總統也好 你現在 這個都是第2階段 好 必須要 拿到我們中選 會所發給的 連署的表格之後 他才 我知道 那提議不用就對了 不用拿到你們的表格 好 那這個你現在的意思就是告訴我說 連署不可以偷跑 對不對 連署不能偷跑對不對 因為這個剛幾個案子不管副總統那個案子或是 我們是根據選 罷法相關的規定來執行 沒關係 那我問你 所以罷免提議可以偷跑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我不准偷跑 不准偷跑 連署不能偷跑對不對 你看對偷跑的定義 偷跑的定義 連署不能偷跑這個沒有疑問了 在我們中選會的立場上 是你必須要連署你必須要拿到我們發給你的表格之後 不能偷跑才能夠去 你之前自己用的這個表格不符合我們的要求 那我就不承認你 我不承認你 那提議呢 連署不能偷跑那提議可以偷跑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偷跑是你的用語 我不用 那事先 法律沒有規定這個偷跑這個名字 那事先就是我剛說那個提議的部分可以就對了 罷免案 事先去做提議 罷免案 罷免罷免案的第1階段的提議 對 我們所審查的是 你提出來的時間 你只要在滿一年以後提出來 我們就進行審查了 那所以當初我們這個費稀平啊 民進黨創黨大佬的話 他說的意思說為了政治安定不能 不能這樣做 那我們就失去了這個對當初這個 法律的這個立法的意旨的精神 這個立法是立法院通過 對對對 所以他說未滿一年不可以嘛 那如果照你這樣說 以後啦 我想請問有一個例子來講 那你就可以面對以後 22個縣市以後如果任何人在選縣市長的時候 比如說我在選縣市長任何一位縣長候選人在選的時候 他可以一邊拜託民眾投票給他 一邊拿一張給民眾簽名 未滿一年嘛也還沒揪了還不一定會當選嘛 如果當選了 我建議委員好不好 我是不是請教就可以這樣做 我建議委員好不好 我想請教 你與其在這邊質疑我這個問題 不如 必須提案修改法律 我先問 你質疑我沒有用 我是根據立法院的 所以我想請問你以現行的法律規定嘛 我們想問看這些 漏洞在哪裡嘛 有沒有違反 原先最早規定的未滿一年不得罷免的這種法律精神嘛 就沒有 沒有 那所以我現在請問你下個問題嘛 就是以後22縣市 競選期間 就可以開始蒐集提人名冊 的這個簽章不用查對 那只要落選就開始提罷免 當選了 百分之五十的選票 這個問題不在我法定執權範圍之內 我無法回答 這樣做也是合法的嘛 我沒有辦法 就會面臨這樣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這樣子的問題 就會你們中選會的業務就會 依法來審查 他到底能不能夠成立 每一個階段 有他每一個階段的法定要件 所以 以後如果有人這樣做也是 所以委員是把他搞混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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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混了 你把他搞混了 沒有我的意思說以後只要任何一個候選 我一邊要求投票給我 一邊要求簽名罷免 那我管不到 我管不到 我知道你管不到 那這樣是OK的 因為這樣是OK的 我管不到啊 所以我就不能夠評論 人民的權利 我管不到啊 主委 人民的權利 要提出什麼你管不到 我也管不到 這個是人民的權利 你如果認為他不妥的話 你在立法委員 這就是委員的職權 我認為妥不妥是 你可以去提案 你可以去修正 對沒錯 你修正過了 我們就按照修正過的法 你們對這個 提議的這個動作的 的這種時間算起來算不算偷跑 你們事實上也有認定的權利對吧 修正法律是我們的權利跟義務 但是對於法律的這種解釋是你們的權利跟義務吧 他符合法律規定 是不是你們的權利跟義務嘛 他符合規定的要件 我就必須要認定 所以我現在就問你嘛 我現在就問你嘛 合不合乎法律的規定 這是我來 所以你現在給我的答案就是說 連署的時候不可以偷跑 但是提議呢 提議那個 提出 不是這一件 每一件都一樣啊 就這一件來講 你關心的是這一件 我不是 我關心是一個制度問題 沒有錯沒有錯 這也是牽涉到制度啊 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都是合法的 對到目前 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 都是合法 再講一句話對不起 我不知道時間到 所以 就是說 答案 結論就是說 這個罰含團體 他事實上有在26號 就職未買一年之前 就把這些都簽好了 但是你們覺得是 以其問我不如 去修法 修法是一定要修好 但你們的解釋也很重要 這是你們解釋的 這跟你一開始就回答我說 廣義的罷免活動 廣義的罷免活動 從簽名就開始 是矛盾的 謝謝 委員要選舉 立法委員 大概也不是說 法定的時間裡面 才開始去做競選活動 限制人民的權力 法無明文規定 就沒辦法限制 所以他們的解釋 大概也沒辦法超越這個 我們繼續請林思敏委員 資質地